这片森林真的好奇怪 癌症女孩为了寻找治愈自己的良方 只身一人来到了这片森林中 她看见清澈无比的山泉水盾时喜出望外 可就在她正要打水回去泡茶之际 一个老女人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响起 这可把她给吓了一大跳 老女人仿佛知道关于莱迪的一切 她说莱迪是个癌症患者 今年刚满18岁 来自河方住在河地以及她的目的是什么 还没等莱迪反应过来 她就建议莱迪打完水后 再去距离这里400米处的地方 踩点羊甘菊 用山泉水泡茶喝效果更佳 说罢就故作神秘地转身离去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随后莱迪来到女人说的地方 踩了些羊甘菊 然而就在她转身的时候 意外发现这棵参天大树上 竟雕刻着一个类似沙漏一样的图案 她总感觉在哪里看到过 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她不确定 决定再看看 时间来到傍晚 鸭蛋正坐在轮椅上发呆时 突然耳边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 她转过头一看 只见一团黑影若有若无地 钻进了卫生间 难道是看错了 她不确定 决定再看看 这时又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动了一下 这刻把她给吓坏了 然而就在下一秒 这时卫生间内又一切如常 难道是我产生了幻觉吗 她只好这样安慰自己 五十一到 午夜故事社正式开张营业 今天鸭蛋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叫做 双面戴娜的故事 一个叫做戴娜的女孩非常完美 她不仅是一个完美的芭蕾舞者 还是一个完美的学生 完美的女儿 以及完美的朋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女孩 却过得并不快乐 为了让自己保持完美 她牺牲掉了很多享受的时光 她也想像普通人一样 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偶尔也能抽抽大麻喝喝酒蹦蹦迪 想吃啥吃啥 可以不用去担心自己的体重 每天晚上戴娜都会为这些内心深处的欲望 与另一个自己进行拉扯 她会祈祷上帝 让她摆脱掉这些欲望 也会请求上帝能够满足她这些欲望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 她终于迎来了一个机会 她的祈祷虽然没能得到上帝的回应 但却招来了一个女恶魔 她说她是来满足戴娜的欲望的 不用签契约 不用献祭灵魂 没有任何前提条件 只要她想 恶魔就可以为她创造出另一个自己 到时候 其中一个戴娜继续做完美女孩 另一个戴娜则可以肆意玩耍 体验她从未体验过的快乐 但完全证据 一旦完成了 它不能成功 戴娜听后兴奋不已 哪里还能在乎这个 于是在恶魔的指引下 她走到了镜子前 没过一会儿 她就惊奇地发现 镜中自己的动作 已经和她的动作不同步了 这可把她给惊到了 下一秒镜中的戴娜 竟然自己走了出去 两个一模一样的戴娜 就这样以这种方式见了面 可是她俩好像很不对付的样子 因为她脑子里想的啥 分身都一清二楚 就连只有自己知道的小秘密 也不例外 两人突然发现 他们之间无话可说 因为说啥都像是在自言自语 最终两人决定 由本尊继续做她的完美女孩 而戴娜二号则负责出去浪 反正两人无论做什么对方 都能真切地感觉到 只见戴娜二号身处在一个酒吧中 拿起一个小药丸就塞进了嘴里 很快她就嗨到了顶点 而此时在家中学习的乖乖女 也是嗨到放飞了自我 这就是她想要的那种效果 很快戴娜二号就找到了一个男朋友 他们迅速坠入爱河 接下来的画面不宜展示 但是戴娜却根本看不进去 因为她能真切地感觉到戴娜二号 此时的一切感受 那种憋着不能出声的感觉就像是 有无数只蚂蚁在身上爬 很快她就挺不住了 连忙找借口回到了房间 此时看似一切都很美好 然而从这天开始却一切都变了 已经染上恶习的戴娜二号 已经完全失控 就在戴娜参加芭蕾舞比赛的时候 她还是忍不住地磕起了药 这导致戴娜在演出时出镜了阳相 甚至是扭伤了脚踝 戴娜终于忍不下去了 她想要以自残的方式 叫戴娜二号停止这一切 于是她开始一刀两刀三刀滑向自己 她甚至不惜刺唇手掌 戴娜二号赶紧给本尊打去了电话 本尊怒火中烧 让她赶紧戒掉所有漏袭 不然还没等本尊说完 戴娜二号就开始反击 她用打火机烧红手掌表明态度 你要是再敢乱来 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至此 两个戴娜彻底决裂 戴娜本尊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她必须要停止这一切 而停止这一切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了戴娜二号 方能回归以往的平静 可是她有了这个想法的同时 戴娜二号也会生出这种想法 他们一人一把手枪 上演了一出狭路相逢准者胜的好戏 画面来到医院 当戴娜醒来时她彻底惊呆了 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 她竟然丢掉了一条腿 她后悔不已 想要回到过去 却以为是已晚 恶魔告诉她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 因为在分身前 她就有过忠告 之后的戴娜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着 她每天都在思考 自己体内住着的究竟是哪一个戴娜 又是哪一个戴娜下了地狱 双面戴娜的故事到此结束 一直和鸭蛋不对付的小丽听后开始安慰她 因为她以为鸭蛋口中的戴娜就是她自己的遭遇 谁知鸭蛋听后却让小丽少自作多情 就在所有人都离开后 莱迪却偷偷地来到了院长办公室的门口 她想要找出朱利亚1968年的病患档案 可没成想她用卡片撬了半天的锁也没撬开 这时小帅哥凯文走了过来 她一边嘲讽莱迪的不专业一边帮她撬开了门 翻了半天 莱迪终于找到了朱利亚的档案 可就在他们出门之际 夜班护士的声音传来 凯文见状赶紧只走了护士 可是就在莱迪转身的时候 她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进入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 因为走廊处的所有陈设都发生了改变 这时身后的大门突然被关上 耳边一手诡异的旋律也随之响起 此时她的视线不自觉地停留在了墙壁上的古老画像上 她伸出手朝着画上的黑雾探去 下一秒 画上脖颈出的衣服竟然瞬间裂开 这时另一边的大门被打开 一个长得像个阿飘的老太太赫然出现 她一边说自己好位一边朝着莱迪走了过来 她被吓得把腿就跑 可出来后她又直接愣在了原地 因为她还是没能走出那个平行时空 然而就在她一脸懵逼之际 一只苍白的手突然伸了过来 莱迪被吓得瞬间瘫倒在地 这时凯文出现在眼前 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吗 可是为什么会那么真实呢 她向凯文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可凯文听后却觉得 她一定是吃了抗癌后产生了幻觉 因为不只是莱迪 他们所有人都产生过幻觉 可莱迪却并不这么认为 随后她拿着档案就回到了房间 她开始查阅关于朱利亚的一切病患资料 很快两张古老的铅笔画就引起了她的注意力 因为画上面的大树中有沙漏的图案 而这个图案和今天她去森林中 看到大树上雕刻的图案又如出一辙 而另一张画上面则写着一组数字 292.13 这组数字又代表着什么呢 画面一转 此时另一个房间内 一个黑衣无脸男带着一群无脸小弟 朝着房间外走去 此时镜头落到一个小弟的手腕之上 一个沙漏刺青赫然映入眼帘 而他们走出房间的这一幕 恰巧被莱迪撞见 她轻声轻脚地跟了上去 可这时带头的无脸男 貌似发现了什么异常 她立马回头望去 莱迪见状赶紧缩回了身子 然而下一秒 难道这又是做梦 怎么感觉如此真实 她不确定 决定再看看 她不确定她不确定